前面两年,第一年,第二年是在各个科 就是一般外科啊,然后心脏外科啊,神经外科这样的 就前面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那后面三年到四年,这个每个地区不一样,每个院也不一样 后面三年到四年全部都在整形外科 那整形外科,如果全部都在整形外科的话 这训练时数就很长了 像我们医院,我们医院的话,我们昨天就有规定说 就是我们早上像很多医院他其实换药的时候都是实习医师 或者是护理师在换药 可是我们是像我们早上啊 如果早上七点半,大概八点,对我们七点半开会 所以七点十五开会,所以大概八点十五的时候 就去就会看到每个组织医师就会推着测 跟助理医师推着测去换每个病人的药 所以第一个换药,慢性伤口换药 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第二个就是行为手术 行为手术包括接断指,然后接皮斑接血管 再来韧带的手术,韧带断掉要哄起来 那再来就是连骨折 脖子以上的骨折 脖子以上骨折大概就只有整形外科 整形外科会做脖子以上的比较复杂骨折的处理 那牙科跟耳鼻喉科会做,有时候会做鼻子骨折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下汗骨骨折的处理 但是如果比较复杂一点,还是会找整形外科做 那还有就是一些肿油的切除跟重建 所以其实我们的范围非常的大 那我们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大 所以它total训练时间差不多还有就是总共要6年 住院医师总共要6年 那我们医院规定至少要一年的临床研究院 然后要写要有病例保,要有那个paper 就是国际期刊的paper才能生组织医师 所以我们医院至少要7年 那大部分都是要6年才能考试 腹子骨折的外科系是只要有动刀的 就是眼科、妇产科、耳鼻喉科、骨科 这些就是至少4年,4年到5年 那整形外科跟全... 然后包括一般外科也是4年的 也是5年的时间 那外科系通常都是4年或5年 整形外科跟省外对组是6年 所以加一科跟... 加一科、小额科跟内科是3年 那么这种内科系它如果... 有了3年、续年之后像... 内科它们还会有第2个次专 就是第2个专科 所以是像心脏内科什么的 会再多1年到2年的时间 不过一般如果说真的说 你要拿到一个医师指导去开业3年就够了 要拿到一部组合 beste 遢磨类缴檬 kit 提辛账